行动管制令实施超过50天了 落实群体是这次疫情中受影响最深的一群 居然希望联盟三党以及国州议员办公室 究竟如何协助地方上的民众度过这一次的疫情和管制令 我们现在就来回顾 从3月18号行动管制令一开始落实 居然国会议员办公室 马格达州议员办公室 以及明吉摩州议员办公室 就马上和希望联盟各成员党 共同推介全民抗议限爱居然运动 协助中低收入 因为无法上班而断粮的家庭度过难关 至今已经援助2675户家庭 超过1万人受惠 同时推出的包括每日派送将近200个饭盒的便当行动 从3月21号到5月6号靠着热心志工的协助 他们在居然市区好几个地点派送了5700个饭盒 在这场行动的最后一天 志工们收到了民众的字条 让大家倍感窩心 行动管制令第二周 居然国会议员办公室 随即推介了现代居然的第二个活动 协助居然中央医院缝制防护服 他们不仅找来17名在地专业裁缝 也两次募款 一共购买了129卷防护服布料 全数捐给居然中央医院 当中部分筹集款项 也作为津贴裁缝的费用 因为行动管制令 他们中的不少人也失去收入 居然希望联盟协助在地生产防护服 不仅让本地人有工作 也让医院有稳定的防护服供应 这个星期 马格达州议员莫哈默·塞毅 以及居然国会议员黄淑琪 推介了县爱居然开灾节饼活动 他们协助中低收入户的女性 制作庆祝开灾节的饼干 赚取额外收入 除了提供基本原料 两位议员也会送上第一笔订单 并协助他们促销商品 希望在经济低迷 所有开在节市集都取消的情况下 可以维持往年的生意 最后 居然希望联盟将会在来临的5月10号 开服装店了 这是一家不要钱的商店 所展销的衣服都由民众捐献 顾客可以上门挑选 但不用付钱 今年1月和2月 已经办过两场不要钱市集 获得民众热烈回响 因此他们这次应对疫情 把市集换成了店面 让中低收入户的朋友 可以在不花钱的情况下 挑几件喜欢的行李回家 超过50天的行动管制令 对我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 中低收入户首当其冲 但居然希望联盟相信 只要社会大众上下其心 我们一定可以跨过这一次的挑战 杨猛ń猛 令人知识 请不吝点赞与 优优独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